扎着麻花辫身穿连衣裙 脚踩玛丽珍 水喜头一回进组拍戏 主持界的扛把子 进了剧组 却成了任人摆布的出气筒 白水喜 你在看你怎么跑的 是个鸭子似的 导演是韩正琳的朋友 故意恩机无数次 还扬言要把他换掉 我告诉你白水喜 别以为我订了你 我就不能换人了 高飞机 出来 可怜水喜在田梗上 跑了无数次 山脚无数次 导演除了咒骂就是羞辱 他对水喜的不尊重 水喜摔得满身是你 脚勾着变形的鞋子 一遍遍重来 彩虹剪定了一把汗 摔跤爬起来再摔跤 水喜摔出了自信 照着导演的要求 在田梗上向着跑了起来 终于过了 彩虹剪怀疑导演被买通 故意恶整水喜 水喜让他小生 言多必试 受苦的还是自己 水喜把脚给崴了 脚踝肿得老高 第一时间找陈书航要安慰 电话却打不通 彩虹姐先投水喜 想给他请一天假 谁追导演韩沙摄影 不让水喜请假 脚肿得越来越严重 彩虹姐要去请假 水喜不让 她担心被导演扣上 还没红就耍大牌的恶名 陈书航打电话 关心水喜 水喜报喜不报忧 忍着眼泪说一切顺利 最先跟新人待遇就是不一样 陈安迪一出现 导演讨好笑着喊安迪 安迪来了 走 陈安迪直奔水喜 出手阔绰 一打字票子 甩给场务 犒劳大家喝饮料 好久不见 水喜大吃一惊 我喜欢你 我们两个堂跟地下恋爱人 问他来干嘛 身穿水红色八宝丽 陈安迪高调张扬 一出现就霸占了男主角的席位 陈安迪介绍自己 就是这部戏的男一号 深信以为他撒谎 因为直到昨天导演都说 男一号还没确定 陈安迪笑了 这不正好炒作吗 还增加了点神秘感 因为陈安迪在讽刺自己 水喜不乐意 强调当时的绯闻 是公司的恶意炒作 都是坦荡人 两人一笑米恩仇 绯闻非但没让陈安迪 被血藏罚 让他大红大紫 水喜对他只有祝贺 陈安迪却道出大秘密 是啊 陈安迪的话 怎么有能力 来推举你演这个女一号呢 水喜大吃一惊 原来之前一直谢错了人 因为韩芷琳跟程叔航说 水喜上谢是他帮的忙 看来韩芷琳 比他想象的还要差 陈安迪爆出内幕 韩芷琳只会在背后给你使绊子 会不会太傻太天真啊 居然以为韩芷琳会帮你 他没把你拉下来都不错了 都是我在帮你 水喜持续震惊 陈安迪毫无保留 表达对他的感情 反正这么做就是因为 我太喜欢你 陈安迪坦荡直率 韩芷琳阴险律察 水喜感激陈安迪 陈安迪调侃水喜 希望他靠这部戏拿了脚 不要谢错了人 你少拿我开玩笑了 没人喜 乱你了 诶 知道了 水喜空闲下来打电话 告诉成熟航韩芷琳的真面目 哪料他在跟韩芷琳喝咖啡 成熟航表示 自己相信韩芷琳 反倒怀疑陈安迪不安好心 俩人闹得不愉快 水喜肺都气炸了 过来 显然好心又乘入驴关飞 陈安迪要赶四点的飞机 整个剧组都在配合他的时间 彩虹姐担心水喜的脚 他逞强说没事 一开拍 两人说入戏就入戏 水喜毫不留情 打了陈安迪一巴掌 这喜中喜好尬 不过我喜欢 陈安迪踩上二八大杠 猛地推开水喜 没想到误伤了他 脚踝伤上加伤 水喜疼得爬不起来 一变过了 导演很满意 其他人对水喜示弱无睹 只有陈安迪 丢下自行车冲过来看他 你别动 看来伤得挺重的 彩虹姐抱怨 通告改不了时间 水喜一直带伤在拍 陈安迪立马让司机 把大奔开过来 导演生怕耽误拍摄进度 让人去找药给水喜 陈安迪无视水喜满身的泥 一个公主抱 把他抱进怀里 洁癖被水喜震好了 剧组的人惊呆了 哪一号抱着泥号跑了 晾了整个剧组 导演也不敢多说一句 只能默默推迟杀青时间 大奔停酒店门口 水喜到半夜才从医院出来 陈安迪下车冲到水喜跟前 又是一个公主抱 动作快自食帅 水喜一整个被震惊住 想着病嫌不要他抱 陈安迪却不肯 我放你下来 我还湿不湿的男人 这么多的路让你自己走 水喜挣扎着要自己走 使着他抱得更紧了 嘴上威胁水喜 再摔一下 费钱更费脚 我一常走就就白走 那怎么办 我陪你啊 你陪我 你陪得起 说话间 陈安迪将水喜抱上了楼 他油箱滑掉 调侃像在抱新娘子 遇到谁是你新娘子啊 你害我闹绯闻啊 我害你 从来都是你害我 嘴上嫌弃 身体却很诚实 陈安迪抱怨遇到水喜 没有一天不倒霉 手上却不肯放他下来 两人打嘴炮 有声有笑 陈收行突然从房间冒出来 水喜惊呆了 见水喜被陈安迪抱在怀里 陈收行打翻醋谈子 三人对视 气氛微妙 彩虹姐像极了吃瓜群众 水喜赶忙脱离怀抱 彩虹姐解释 都是因为拍戏崴了脚 陈安迪才会帮忙 陈安迪提醒水喜 帮他请了明天的假 随后石像离开 各位晚安 陈收行是个体面人 目送着陈安迪道歉 谢谢 扶着水喜进了房间 陈收行一言不发 水喜问他怎么突然来探班 结果一开手机 才发现信息延迟了 陈收行埋怨水喜受伤不诉苦 水喜表示之前只是想伤 没想到再摔一跤会这么严重 陈收行粗意大发 水喜解释 远是清白的 知道水喜拍戏辛苦 陈收行假装无视陈安迪转移话题 拿车带来的好吃的 吃完又给水喜上药 陈收行心里各有 垂涩着脸 跟人欠了他几百万似的 水喜再次强调跟陈安迪没什么 真的误会我们了 我们之间没什么的 陈收行开始发作 怪水喜不知道避嫌 还愿彩虹姐不会做人 你是说送到医院 然后再报到宾馆 对不起 我做不到那么重 我又不知道你在屋里 彩虹姐给水喜送枕头垫腿 碰上陈安迪 他来送浮脚的水袋 先冰敷再热敷 不错吧 不顾彩虹姐的劝阻 陈安迪硬要自己送水袋 谁知在门口就听到两人在争吵 无论水喜怎么解释 陈收行还是耿耿于怀 你不就是说我突然袭击了吗 因为陈安迪报了水喜 水喜在他怀里还很开心 我让他报 可是他非要报 那你们在门口刚才干什么了 有说有笑的是在失戏吗 一辈子砸粉碎 水喜爆发吵了起来 陈收行 你说我如果不信任我 你就不会让我做这份工作 陈安迪听不下去 要进去保护水喜 彩虹姐拦住让他快走 不要火上浇油 吵架吵麻了 水喜打瞌睡 不想再吵了 拉着陈收行的手撒娇 别故意挑我擦 八点挡狗血剧也没这么狗血 陈收行表示不能接受 水喜抱住他 难道你大老远跑来 就是为了跟我吵架吗 我都到老远就跑过来看我了 难道我们俩就这样吵得拼弹了 拉他坐下 水喜捏肩垂背 陈收行心软了 让他坐在自己的腿上 陈收行向水喜道歉 一切的小心眼 都是因为太爱太介乎了 水喜善解人意 表示都懂 长头打架 成为和 陈收行一个公主抱 两人成归与好 水喜一个稳 比蜜还甜 夫妻俩幸福极了